大家好,今天要和乔宜分享的话题是 不是肖战,不是乔宜可 刘国梁双部重要决定 离损接班人浮出水面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国拼 众所周知 在新加坡大满冠塞上面 国拼包揽了所有项目的冠军 崭新出了强大的 竞技实力 那么了,国拼能够 在世界平坦 占助霸主地位 除了 众多优秀球员的努力拼搏之外 也离不开默默付出的 国拼教练 那么在 这个近期 拼写方面 也是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那么 那就是刘国梁知道 对于接下来的 这个亚伦会的 选拔工作 做出了重要的决定 那么从 公布的 新拔工作小组 名单上面 我们可以看出 国拼女队的教练 马林直到 被委以重任 被任命为 国家队 女医队的组长 那么在此 我们也对 马林表示祝贺 那么同时呢 很多球迷 也在讨论一个问题 那就是 国拼女队的 举教练 黎孙直到 已经59岁了 那么在未来 很有可能会 面临着 退役的问题 那么当 医生 直到 在未来 退役之后 谁将会成为 优秀的接班人呢 那么其实 从这个 公布的重要 任命和决定 我们也可以 看出 陈梦的主管教练 马林直到 机会比较的大 当然了 同时 也说明了 这个马林直到的 执教能力 以及为国拼 做出的 巨大共性 被收 认可 那么另外呢 很多球迷 也在讨论 王曼瑞的主管教练 肖战指导 以及 世音沙的主管教练 邱逸可指导 他们两个人呢 也是带领 自己的弟子啊 取得非常优秀的成绩 当然了 我们也希望 肖战指导 和邱逸可指导 能够带领 王曼瑞 以及世音沙 取得更多的 荣誉 那么这样啊 在未来啊 他们也会受到 国拼教练组的 重用 作为球迷啊 我们希望啊 国拼教练组 以及啊 国拼的 众多王牌 队员啊 都能够 向着一个目标啊 共同的努力 那就是啊 用强大的实力啊 捍卫国拼荣誉 让国拼啊 在世界平坦 长期去霸主地位 这才是球迷啊 众王所规的结果 那么对于啊 这个国拼 教练组 以及球兰 我们更多的 都是祝福和祝贺 大家认为呢 今天分享 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